日本实行消费税制度,目前的税率是10% 消费税是由消费者在购买商品和服务时支付的税款 它包括了许多日常生活中的物品和服务 例如食品、衣服、住宿和交通等 消费税是由政府用于支持公共设施和服务的主要裁员之一 点赞收藏关注让我可以有机会持续更新 日本消费税制度于1989年首次实施 并于2014年将税率从5%提高到现在的10% 虽然一些商品和服务 如食品和药物被获免消费税 但大多数物品和服务都需要缴纳消费税 此外,日本还有一个名为地方消费税的制度 允许各地方政府征收消费税 以支持当地的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 地方消费税的税率通常比国家税率低 并且不同地区的税率可能会有所不同 总的来说,日本消费税制度是一个重要的政府收入来源 并且对于支持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有着重要的作用